好 歡迎大家回到我們2016年 我差點說錯了2015 我們現在是2016年的第一集樂器迷 2016年1月6日 對呀 1和6 又剛巧合 我們今年的樂器迷 應該會逐步隔身路線 當然隔身也不是一個一朝一夕的市場 我們也要慢慢去玩 我們好像還沒介紹大家 可以的啦 我會的啦 算了 今晚就有我們節目主持Kini 還有我阿朗 對呀 我們隔身 但我們好像今天的題目 隔身 扯不到關係 其實可以說扯不到關係 但我們今天講的三部電影 都是有一點隔身的意味在背後 內裡是會有的 而且確 我們今晚的主題 即是新年流流 我始終都覺得 好像講這個題目不太好 但問題是 因為今個星期有一套新電影 我很想講這部電影 所以我決定做這個題目 還有這個是一個另類的開始 我反而看得比較正確的 今天講的三部電影雖然是 大家看到我們的主題 廢青生活 雖然是講廢青 但是呢 最後呢 其實都會正面一點的 結局都會正面一點的 嗯 是的 好啦 那就今晚我們 廢青生活這個主題有三部電影 很有趣 我們有兩部是日本片 有兩套是便利店 是啊 我也是 好啦 那就 今晚第一部講的電影呢 那就是 這部電影在 2014年 我差點講了去年了 2016年也有點不太適應了 2014年香港國際電影節那時 曾經這部電影是剪影電影之一 嗯 但是呢 其實呢 最大吸引力 那個噱頭呢 我相信都是 AKB48人氣 最高的東西 現在還是不是 我想知道 現在它不是AKB 不是的 單飛的 如果沒有記錯 就單飛了 我不肯定 如果我有任何說錯的資訊 大家不要去找我 對啦 今晚這一部 我們第一部講的電影呢 就是這個 半生熟的玉子 嗯哼 怎樣 半生熟呢 大家有沒有吃過玉子豆腐 這個日本的菜式呢 那大家想像一下 怎樣 為之半生熟的玉子 但是當然 玉子就不是說吃的那樣啦 就是說前田敦子飾演的這個 女主角 有故事呢 就是講述這個 剛剛畢業的大學生 玉子 很有趣的 我們 香港的大學生 就 一是就不在業才找工作 一是呢 就未grad之前的 一年 已經開始找工作了 但是小弟不是的 小弟真的是 最接近完整才開始找工作的 差不多啦 總之都是這個事 那麼 但是呢 玉子就反其道而行 怎樣反其道而行呢 就是他畢業之後呢 居然是回到自己鄉下的家裡 做些什麼呢 就是每天在家裡 吃飽的睡飽的吃 正宗是 或者是打機啊 以及看漫畫啊 等等 那麼呢 就過了一天 那麼 聽起來都知道自己是正宗的廢青生活啦 但是 那麼呢 他爸爸呢 就是經營街坊生意的 那就是一間叫運動店鋪的老闆啦 那麼當然 如果比起你 是做人的老闆嘛 你看到自己的小弟不在業之後不做事 你會有什麼想法 不要問我啦 哈哈哈哈 當然啦 一定是會有所不滿 甚至是很有微言 畢竟 都花了那麼 讀大學都花了很多錢的嘛 以及供給女兒 讀大學的這個 費用都不非 但是問題是 為什麼他的女兒 會選擇 在家裡什麼都不做呢 那麼呢 這部戲也挺有趣的 一樣的就是 他用四季的將回形式 去講述一下 玉子做一年 啃老族的生活 其實啃老族這三個字 我是最近這一個月才 discover到這件事 是我就比較久之前都知道這個字 我就知道 其實啃老族是說一些 他 Stare 家裡那裏 然後就 沒有自己做事 就只吃家 可能是一個 當然有個年紀界限 但就沒有一個標準 大概應該都是二三十歲的那樣的年紀 說他留在家裡不做事 那就是靠父母去公養 仍然靠自己的父母公養 雖然他是一個有能力工作的成年人 但是他沒有去找工作之類 在日本社會上 據聞這類人也挺多 不過這些族的定義 我覺得這幾年特別多 聽說 其實日本的啃老族 現在為數也挺多 大約是幾十萬計的 這個數字我不知道 我看了上網有少許資料 我看了一些資料 差不多有六十幾萬的 肯老族的青年 但是有那麼多 對呀 所以為何會 過這些生活呢 加加有半年迫驚 可能觀眾聽到一個故事來到這裏 又會覺得 我看著一個廢青 天天吃我睡玩 還要是體足四季 不悶的嗎 的確要拍攝這部電影的生活 肉子做廢青的生活 是相當之平淡如水 但認真看的話 我覺得這部電影又不是很了無趣味 一來 我們剛才也說了 前年燈子的人氣那麼高 其實 就真的可以當是一部 偶像片可以看 對呀 當偶像片可以看 對呀 二來 其實導演在肉子這個 百無料賴 的廢青生活裏面 是加了 逐少逐少加添了一些 微妙的變化 即是無論是單身的父親 甚至乎另外還有一條線 即是故事線 就是有一個 經常來運動店幫襯的一個學生哥 學生哥的時候有幾天在拍拖 亦叫戀愛中的學生哥 其實在 這個四季裏面 其實是模式模式地慢慢 對肉子產生了一些 變化 對 還有其實 剛才 Heeny沒有說到 肉子雖然他沒有 去 沒有一份 固定的工作 即是沒有一份他出去apply的工作 但其實他在家裡會幫他爸爸去打理運動用品店 還有其實他心裏面有一個夢想 可以說有一點夢想 就是成為一個偶像 就是他曾經是填過一些申請表 去叫這個年輕人去拍照 就是為了參加一個 類似AKB48選拔賽的一個 一個活動 他就希望成為一個偶像派 其實我覺得他這個設定挺有趣的 即是本身 真的把前年敦子在現實裡面的 我不知道他之前是不是這樣 這個如果他以前是真的這樣的話 這個設定會更有趣 你是不是說過你都算得上是前年敦子的粉絲 我沒有說過這件事 不過是最近也有看他另一部電影 現在好像只有elements the grand那裡有照 這個愛的成人色 漂亮就一定是 這個就沒得說 如果你說套在現在這一套 半生熟的肉紙裡面的話 他廢是行為上廢 你看他的外形你不會覺得他廢 你仍然都會覺得他是一個 真的是前年敦子來的 你仍然都會覺得他是前年敦子 但我覺得其實前年敦子 其實在這部電影裡面 看得出他是有努力 去嘗試去將一個 廢青 盡力還原他的生活人 可能他的名氣真的太大 在國內 那個行為上我覺得OK的 當然跟我們 單間第三部講的 真的差得遠 但是 這個是收貨的演技 如果你說套電影 我覺得可以講多一點 就是第一其實現在很多香港大學生 或者是其他地方大學生 就畢業之後 其實都沒有一個很清楚的方向 例如可能不知道自己真正的興趣是什麼 各個出來找工作 但一齊因為是 同一個差不多是時期出來找工作 是的 競爭是相當之大的 第一競爭大 第二很多時候其實讀完大學 很多人都不清楚自己真的想要什麼 所以有很多不同的行業在他面前可以選擇 很多不同的工種在他面前可以選擇的時候 大學生很多時候要平衡這個現實和理想 我覺得這是令到 人不去找工作的一件事 找不到自己心儀的工作 是的 以我身邊的人為例 有人是因為不知道自己找什麼工作好 而繼續讀書 也有人是不知道自己做什麼工作 而去參加工作假期之類的事 都有的 而有一些就跟著大隊 去找工作 之後就發現自己不是真的喜歡那個工種 然後跳槽的都有 其實在這部電影中看到一個挺有趣的現象 就是他其實是一個很普遍很容易代入的大學生思想 就是你真的寧願接在家裡 不去找工作 也不想去做一份自己不喜歡的工作 所以其實他 裡面我覺得他雖然描寫那個理想那裡 他不是太用力 但是很容易感受到這件事 第二就是剛才阿騫已說完 近老族這個字 又可以多說一些其他的 名詞定義 在日本才有的 其實在日本會比較普遍 在香港不知道有沒有人會說這件事 在大陸都有 叫做乾物女 聽過 乾物女其實就是在說一些 他在對外的時候 他可能是一個 是一個很知整 樣子是很正常的 甚至是OK的人 但是回到家的時候他是完全是另一個人 他是一個 只是坐在家裡 可能是 吃玩睡 衣衣男 是 在家裡完全不顧形象的 是 這些是典型的 被稱為 乾物女 我不知道為什麼叫乾物女 可能是男的 男的其實也有 但是女的被人定義 這件事會比較多 OK 這個名詞其實在這幾年都很流行的 在日本有電視劇 我不記得那套電視劇叫什麼 凝之光 不不 凝之光可能是 另外也都有 電視劇 簡直叫什麼 乾物女 另外也有動漫 什麼 乾物妹小賣 那些都有 OK 所以這套電視劇中 前田燈子的飾演 除了是一個近路軸 也是一個光物女 這些字 大家可以學習多了 對 那回到電視劇 其實在後期 電視劇的進程後期 父親找到 第二春 而學生歌純真的戀愛 也結束了 那麼 當父親想和 第二春叫做二人世界 的時候 當然也都是會 要求 玉子 是時候要搬出去了 我不管你 找到工作未 你喜歡 做事當然好 你要繼續 在家裡 摘下去的話 我也不管 總之你搬出去了 其實我覺得這是一個 叫做perfect timing 所以我覺得 玉子 都似乎 除了 朗說的 一些理想和現實的因素 其實都是一個 timing的問題 我覺得是 而父親 這個時候 也是找到一個perfect timing 是時候 輕輕地 給一個 推力 去 叫玉子 是時候要面對 這個世界 對 對 無論 其實 他沒有說到 玉子的結局 玉子的結局 其實是不明確的 無論 他到底是 找到一份好功 還是繼續做 一個 廢青 或者甚至 可能真的是 做AKB48的成員 對 對 或者觀眾 在他生活裡面 其實都會找到共同點 一些共鳴的地方 還有 看到他 在細節上 是會看到少許改變 這是一個值得推介的 原因來的 我亦都用小弟 少許的 經驗 因為我畢業的時候 亦都曾經 試過 找不到一個好的老闆 於是 毅然地辭了一份工作 結果在家裡 我一直都 做了一段時間的廢青 不是完全是廢的 我也是有 另外一些的 事情要做 但是家人 我一直都不理解 其實我坦白說 其實到今天 都是不太理解的 其實到現在 所以我覺得 用一個過良人身份 可以跟大家說 如果 對於你生活上有些什麼 還有前路有什麼迷惘 其實都 嘗試去找人談 我覺得會是一個 好的選擇 或者可能是家人 他透過理解 然後給你一點點推力 之後的效果 可能 你去到多遠 其實不知道 好 今節 講完玉子之後 我們下一節回來 去美國 去美國的廢青 是怎樣生活 歡迎大家回到我們第二節 樂器迷的時間 我們 剛剛第一節 講完這個 半生熟的玉子 我們講一下 我們講完日本的廢青 又講一下 美國的廢青 是如何生活的 這套有很多的廢青 對 挺有趣的 當我開始認識阿朗的時候 他已經在我面前 常常提及這一部電影 很喜歡的一部電影 這部電影其實 除了它 是一部很出色的電影之外 它對我的影響都很深遠 這個可以再講多一點 OK 好 今次 第二節講的 就是 我讀這個詞 經常讀class 但是阿朗 經常要糾正我的讀法 可能是 在一般大家字面上讀的時候 是讀class 但是 這個字 其實 第一集沒有出現 沒有讀過這個字 但第二集 是讀過幾次 是讀class class cler clerz OK 就不是class 又是時候學一下英文 中文方面 很多譯名 這部電影 其實 香港 我不清楚 有沒有出過碟 我在香港 H&V買了一隻碟 還很便宜 叫什麼名字 香港買的時候 叫做無事生非 但為什麼我所得的資料 叫做便利店 騰騰鑽 可能買那隻 我是台灣版 也有這樣的可能性 今天晚上 亦都說一說 這個在這個 內地 是叫做瘋狂店員 你覺得這個名字 是否比較 順意一點 這個是直接一點 是 OK 這一部 Clerks 就是1994年 的作品 這個導演 拍完這部電影 真的做了一個 叫做低成 美國低成本電影界的 一時計劃 可以說是 主角就是 Dante Dante 就是一個 便利店的小職員 而這個故事 就是在一天之內發生了 整部電影都是在一天之內 完成的 對於Dante來說 這一日 其實是一個 相當倒霉的一天 怎麼這麼說呢 早一晚 回完夜班 打算回家 有格好睡 還有 他第二天 還要 去打他最喜歡的Hockey 但是 他連睡都還沒睡得好 第二天就被人 招醒了 要去頂替一個 剛剛訂了的同事 就要開店頂班了 其實這一切 只不過是一個 開頭 在這個故事裡面 你會見到Dante 是可以說 力盡地獄黑仔王 可以遇到的 黑仔之能事 可以說是 其實這部電影裡面 大部份的內容 都是一些 trash talking 即是說廢話的 但是過程之中 你會感受到 他到底有多倒霉 包括就是 他一上班的時候 發現 那個閘開不了 那個鎖開不了 被人用敲膠 塞住了 這個鎖匙 對 而這個香口膠的人 沒有說明 但應該就是 一開始出現的 一個 香口膠的人 很有趣的 這個人 在人買煙的時候 特地拿一個 黑曬的肺 出來 告訴他 吃煙有害 你看現在賣煙的 其實都是 煙草商的幫兇 是 當民情空空的時候 就被發現 原來這個 只不過有一個 香口膠推銷員 是 他就叫人 不要買煙 買香口膠 然後還有很多 黑仔的東西 例如 跟他女朋友 吵架 因為跟他女朋友 爭論這個 大家的 性生活 有幾 以前的性生活的經驗 是的 然後也是 有遇到一些奇怪的客人 還有最後 那個結局就是 不說那麼多 是的 不是說到結局 又突然間被人罰款 就說他是 賣煙給 未成年的小妹妹 是的 也有一些 他以前認識的人 真的 串她說 你在便利店做事 類似的 滋味在裡面 其實說真的 我相信很多人 都不願意 去行衰運 亦都 一定 不會願意 想跟衰運 打足一天的交道 但是很可惜 Dante 真是 什麼都 有幾衰 得那麼衰 可以說 但是 其實 我想 聽眾應該都會是時候 問一件事情 他有事要做 哪忽似廢青 你問 這個就 真的要 說多另一個人 有另一個角色 其實叫 Randal Randal 其實就是 在這間便利店旁邊 的一間 租CD的舖頭 租DVD的舖頭的職員 本身他應該是十點鐘開門 但他十點半才回來 經常性就不在舖頭裏面 就是跑來便利店 跟Dante吹水 他們說的東西都是很無聊 例如在說星球大戰的劇情 在抱怨一些客人的現象 亦都是 怎樣廢話呢 就是他們會在 這個 上班的途中 突然間 可能走上天台那裏 打Hockey 說到Dante 其實本來是約了人打Hockey 但問題是 你無緣叫了我上班 是不是 你連我 很少可會 有的私人時間 你都要剝削的時候 當然 要另辟悸境 就是 當然 唯一的辦法就是 將自己那間 的便利店 暫時關門 然後走上天台 打一陣Hockey 這個也是一個 我覺得是很WTH的時刻 有一個更加WTH的時刻 就是發現原來有一個舊的雙式 他原來是過了生 而那天就是他在撞禮的時候 他們就關了店鋪 開車去撞禮 但是又搞了很多 搞和抱出來 不說發生什麼事 我想讓大家看 因為我看的時候 都有多一點爆嘴 有很多位置其實很好笑的 也都看到他們 兩個是完全不想工作的員工 是 永遠 根本就是永遠 Dante 他最經常說的一句說話就是 I'm not even supposed to be here today 我本身今天不應該在這裏 沒錯 在這個故事的過程裏面 Dante 是無時無刻地都在怨天怨地怨人的 其實是 剛剛你阿朗說的這句 我今天本來就不應該在這裏 其實是重複了N那麼多次的 這句對白 但其實 Dante是有得選的 我看 你會不會在這裏面上的 死黨 Randal 剛才我們說他經營 便利店隔離附屬經營的 陸像店 雖然他把口真的很賤 他把口真的賤得不得了 是呀 賤得嗨嗨 我覺得是 但是在他口中 其實就反而 篤出了Dante 一切 他口中 認為是苦難 的根源 選擇 因為Randal 他後期 其實都已經 已經 對於Dante 這一種抱怨的行為 終於爆發了 後期 就是一個自命不凡的人 但就經常在做一些 阿豬阿狗都會做的事 既然阿豬阿狗都會做 而你又覺得自己應該很有料 對不對 為什麼你 不做一些 你自己以為 你自己有料可以做到 更加高級的事 只要你 其實Randal Randal 整個意思就是 其實 你今天是可以選擇不在這裏 沒有人逼你 其實是 人家又不是 拔你過來 抓你 監禁住你 沒有人 拿紙張紙 你上班 應該說是 你其實是有權選擇 不過你自己 就決定了來這裏 所以 其實你是 沒有資格抱怨 他的意思 這個也是 我都幾大的道理 其實 這個也是一個很多人都有的一個思想來的 例如 如果你說 我套回香港 有很多人會在抱怨 我不 喜歡這份工作 其實你大有權力 你大有可能辭職 你可以找到另一份工作 但就會有很多不同的藉口 讓自己留下 是的 讓自己留下 其實可能你是想做另一份工作 但是你甚至是連apply也不需要apply 都會有這樣的情況 還有Randall也說 Dante是沒有能力 去改善 沒有一個改善自己生活的能力 應該說是有 但是你不願意去這樣做 是的 這也是很普遍的東西 為什麼說這一套是低成本電影的 奇葩呢 這個真的可以很長篇幅說 不過我 其實我手上得到少少資料 Kevin Smith 本身就是一個 都很喜歡看漫畫的人 他為了拍攝這一套的class 好像是賣了自己有的珍藏 又賺不到 是不是兩萬多元 賺到一點錢 OK 就用那些錢去拍這套電影 大家要知道有一件更有趣的東西 其實這一間便利店 就是Kevin Smith 他以前在打工的地方 以前嗎 他以前 他一拍都在那裡打工 哦 即是說 Kevin Smith是關門才來拍的 是的 他其實就是跟老闆說好了 他早上上班 然後他晚上三鋪的時候 就拍這套電影 這個其實就是 他不用睡的 他當時是真的睡兩三個小時 據稱 然後他只是用了極低的成本去拍的 場地 人很多都是他相識的人 這樣 另外就是 為什麼這一套電影呢 現在我們看到的那張劇集 其實是class 2 但其實class 1 即第一集 他是全黑白的 為什麼是黑白呢 其實就是因為 當時太黑 所以 就用黑白 去 營造一個 你不會知道是日後還是夜晚 其實呢 因為我在看的時候 都發現了一件事 其實這部電影大部份時間 都應該在夜晚拍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有時候拍一些 便利店門口外 Story line的時間是日後 但我看到外面是夜晚 其實有這些 小細微的 小細微的 叫做村崩位 這些細微村崩位 就會影響我本相 我不介意這些東西 是啊 所以其實 他 基本上是他自己的寫照 而他寫的人物 Randal 和其他的人 都是基於他的朋友去寫的 他 低成本到怎樣呢 他最近其實post了一張 的清單出來 他當時用了幾錢去拍這套電影 好像是大概兩萬多美金 當時因為在菲林拍攝 所以其實算是非常之低的 而他為了獲得一個平價的菲林 他其實就是 特意去報了一個電影的 course 就去學怎樣去拍電影 其實他不是為了學拍電影 他為了拿一個學生證 去買一個學生價的菲林 噢 這樣子 是的 這個人又挺聰明的 所以其實他 拍完這套電影的時候 他已經是沒有再讀那個 course 就立即 drop out 是 OK 那麼 他在這套電影裡面 其實他本身是有設定另一個ending的 是 另一個ending 其實他就 是 他據文是想呼應他 講過的一段關於星球大戰的說話 是 那個ending就是 最後突然間有一個人衝進來 拿一支槍 打劫 然後殺死了他 殺死了他 是的 其實是呼應回 因為他前面有一段的內容 是說在星球大戰裡面 製造這個dead star的 即是有份承包這個工程 製造的dead star這個工程的人員 都是該死的 他們是無辜的 無辜 無辜也死了 Randal說是該死的 是的 他又說是無辜的死 其實是呼應回 其實是在這間便利店打工 竟然死了在這間便利店 其實是想做這樣的呼應 但是呢 他第一次播完這條片 給有一個 如果沒有記錯是新丹斯的人 看完之後就覺得 這個故事是可以的 你可能拍到一集的 你不如拔走這個ending 所以其實到最後 出來的ending 是一個很有希望的ending OK 那麼大 幸好這個 評委又真是 好心 已經 叫他改了這個ending 然後到了後來 大概12年 2006年 我記得如果沒有記錯 就是第二集的 Curse 都出來了 是的 這隻是OOECD的 那個譯名就更加奇怪 這個譯名 戰男卡拉蘇 是的 那個譯名不知道為何叫戰男卡拉蘇 完全理解不了 是的 其實就說十年之後 有一天 丹琪他仍然都在那間便利店做事 還在那間便利店做事 還在那邊管這種生活 但是他那天 一回到便利店 他打開門的時候 發現原來裡面著火 就是因為Randal 他不記得關上咖啡機 搞到整間店鋪燒了 那他就要重新生活了 他重新生活 就去了一間 一間叫Mubis的快餐店 其實就好像麥當勞那樣 然後就裡面仍然都是他 即是Dante 和Randal 還有 另外的一些小角色 在那裡 那個形式其實非常之相似 到最後帶出來的message 都很相似 但如果你說好笑的話 好笑的 OK 另外我覺得可以最後補充 也是一件事 其實在這兩套電影裡面 就是 Kevin Smith 導演自己 他其實有參與 他是跟他的好朋友 組成了 叫做 J and Silent Bob 兩個角色 J就是一個超級爛口的人 Silent Bob 平時真的不出聲 一出聲就 說一些金腳 不出驚人 他們兩個是做些什麼呢 他們兩個其實就是 站在便利店外面 或者是站在一些街頭 賣草 賣大麻 他們兩個也是兩個廢青 他們都是 毫無所事事 經常在講粗口 在講無聊的東西 那些人 那這兩個角色 其實 在美國 以我所知是幾深入瓣心 那第一就是 他除了這兩套電影之外 其實有出一系列的漫畫 這個 不是 是J and Silent Bob J and Silent Bob 有出到漫畫 亦都出現在大部份 Kevin Smith的電影 例如 Morad Chasing Amy 都有 J and Silent Bob 還有 J and Silent Bob 他們亦都有自己一套的電影 叫做 J and Silent Bob Strike Back 其實都是 搞笑片 因為我也是第一次接觸 Kevin Smith 這個人 其實是 看來是時候要老補一下 這個奇葩 這個真的是奇葩 他在這個電影界 他有很多朋友 這個 AQT 昆頓塔林天奴 然後 這個 古斯華利士好像也是 Bruce Willis Ban Afflec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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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密迪文 都出現了 密迪文和Ban Affleck 都出現在幾部電影 Class 2 裏面都有Ban Affleck OK 他們亦都是好朋友 甚至 大家 可能很多人的男神 Johnny Depp Johnny Depp Dapp啊 Johnny Depp 什麼 Depp啊 Johnny Depp 他本人 和他的女兒 都出現了在 Kevin Smith 最近最新的電影 叫做Tusk 中文叫人形海象 在香港沒有上 挺搞笑的 有一套 有點像人形不公的笑片 所以他其實是 真是一個奇葩 他現在的工作 幾樣 第一就是他寫了Curse 3 準備拍的照片 噢 還可以再出來 是的 第二就是他和我們兩個都是 是網台主持人 這樣是不是可以搜尋一下 他們叫Podcast 在外國 他們的Podcast 就是網台 也挺多聽眾的 他們 都是說廢話的多 說漫話 有幾出名的節目叫做 When Fat Man Miss Bad Man 好像是這樣 就是一個肥的人遇到蝙蝠俠 這些都是 挺有趣的一個人 大家可以研究一下 而且他是一個很勵志 大家看到他的故事 他的故事很勵志 你看賣了所有珍藏 他拍一部 不知道會不會一定得的電影 結果現在就真的是 成為了一時佳話 是的 他當年是二萬多美金拍出來 然後他 早幾天 post了他的成本表 然後就說 其實大家現在是可以 用更加低成本 拿出你的手機 也好什麼都好 去拍出一部電影 只要你有心 是的 有心 其實你是有 有options 是的 也是好像電影裡面說 你有得選擇的 是的 你有得選擇的 所以就 少一點抱怨 多一點做實施 是的 是的 好了 今節講完這個class 之後 我們又說回日本的廢青 我們先休息一會 歡迎大家回到我們今晚 最後一節樂器迷的時間 我們就 我是說過今晚會講一部新電影 記得我們一路的規矩 都是先講一部新電影 但是 今晚我也是想把這部新電影放在最後 其實是 阿朗是去年的亞洲電影節 看的 這部電影 在日本 也是一個 相當受歡迎的電影 這部電影 在香港的譯名叫 100日圓的愛 就是明天才上映 我覺得很過分 只有兩間電影已經有得逐 那麼少 我不知為什麼會這樣排 可能拍其實是 做一下的時候他會加長的 他本身可能沒有遇到會受歡迎 但我覺得這部電影是OK的 我覺得是值得 受歡迎的一部作品來的 導演阿武正程 其實名氣都不算很大 之前一直都 但今次這部電影都可以說 打響了一個名堂 這部電影的故事 女主角安藤英飾演的 就是一子 這張圖真厲害 其實這部電影有少少犯規 我想說這一點 因為我們經常說廢青 廢青的敵意就是 20多年 20至20 沒有一個age range 即是青年 青年 但其實一子 都已經過了30歲 剛剛過了30歲 經常都說是32 40不劃 他應該是過了一個 立的 稅數 應該是 但是呢 一子的生活 每一天 就是躲在家裡 瘋飲瘋食 都不得已 晚上就跟他的 外生仔打機的時候 經常都鬱退機 一整百多年 我沒有記住 他在說 當然 他的外生仔 就是他妹妹所生的 他妹妹當然不惜這個家 每天都做一個廢宅 甚至乎 大打出手 可以說是 於是乎一子 覺得這個家 好像真的裝不下他了 於是乎很憤然地離家出走 他又在平時 光顧的 8日便利店 裡面 找了一個 收銀員的工作 又是便利店 對呀 我們連續兩部電影都跟便利店有關 這家店的100日圓 是 差不多等於 六七元左右 很便宜 當然是 這個 你當是七元店 這個七元店 應該沒有七元 六個多 本來有份工作 應該可以過一種 比較上 抬得起頭 做人的 生活 但是這家便利店 偏偏有很多怪人 店長好像有少少激骨病 還有一個同事 經常都會不會鎖鎖 甚至乎有一個被人炒了很久 但是 又經常都在店鋪後門回來 偷一些 過了期 不久 可能過了期大約一兩天 都還能吃的 吃的食物 有阿嬸經常都走回來吃這些食物 還有 後來一致遇上了 瘦野 瘦野 就是 一個 不出名的拳擊手 其實是 首先我覺得可以說一說他們到底怎樣相遇 瘦野其實就是 去一間8日圓店 去一間便利店買東西 很喜歡買香蕉 每次都只買香蕉 是 一個奇人 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之下 他買完香蕉 然後一致就打算拿回給他 是的 亦都可以說是 開始買 亦都是一個 叫怎樣 一個 導果線 令到一致 跟這個拳擊 是相遇了 那麼 一致遇上瘦野之後 其實他們亦都是 還有 他們一直在發展 一種 一種關係 他們倆是帶有談不上是叫愛情的 但是他們又會上床等等 到後來一致亦都被奸惡 甚至乎修英亦都叫另有新歡 這個時候一致亦都可以說是 叫做在一個 他的情緒都可以說是走到極端 已經是 那麼克制的時候 於是他決定學習這個拳擊 可以說是宣誓一切 可以說是 聽到 來這裡 可能聽眾都會以為 這一部 又是一部 跟勵志去掛勾的 一部 老土故事 我看了半套 我都以為會是這樣的 但是 的確 前大部份的進程中 都可以說是 只是描寫一子和一個 廢柴無異的人生 而這部電影中的 風格上也都是襯托一子那一陣 有一陣廢味 我想說是 連配樂都是 配樂都是有一陣 很強烈的頹風 不是說 配樂寫得不好 而是真是很 襯托到 一子的處境和那種性格 當然 這種角色營造的成功 要歸功於 實力派女演員 安藤英的演出 甚麼藤英 安藤英 我剛才說錯了甚麼 安藤英 我不是說錯了甚麼 如果說安藤英的話 我想 如果比較熟悉日本電影的戲迷的話 應該都會對 2009年 袁子溫的愛之剝脫 對安藤英有些印象 安藤英的姐姐安藤圖子 亦都是 做導演的 亦都出演過她姐的導演作品 0.5毫米 安藤英 可以說 亦是一個相當之 剛才都說實力派女演員 他演的角色真的很拼命 是 專門跟著劇本的進程 先幫他自己 增肥 增綁到剛才我們出的 是不是第一年章的 整身醉肉的一個肥婆 已經是 捏了那塊豬腩肉 對 先增肥 再減綁 而且他演一個廢柴 我真的很少看到有人演廢柴 我會用廢道入骨 這四個字來形容 還有 特別一個 我自己覺得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有這個看法 女性演員比較少 去塑造自己的形象 是 可能都會是 你見到 錢田敦只要扮廢青 都不會廢到 安藤英那種 安藤英 幾乎 弄壞了自己的臉 是的 逐少說一句 就是弄壞自己的臉 但我覺得真的是一個很 remarkable 的演出 就是 一指下定了決心要學習這個拳擊 其實是為了宣洩他在前半部裏面一直都是 廢開的人生 裏面一切可以說是屈辱 甚至乎是一些心結 所有的東西都是 亦都是希望 一直都 不當他是老的人 可以在心裏面認同他自己 這種渴望人的認同的心態 亦都是令到 一指在 學習權的過程 可以搖身一變 變成一個女平手 裏面這套戲 其實有重複到幾次 一句對白 我很想贏 是 是 其實是 他沒有用到甚麼說話去說 他想令到別人怎樣看他 這些是很容易感受到出來的一些 前文本 但是他就用很想贏這個東西 其實我覺得是很帥的 他說的 是 沒錯 其實 我不知道大家 在開始我們說這部電影的時候 有沒有一種感覺 一個就是 《一百英的愛》這個名字 其實跟 這個電影的名字 其實是跟 一部 很有名的拳擊電影的名字 相似的 這個就是 《Million Dollar Baby》 《奇連伊少爺》的激情 你覺得有點像 是 因為都是跟錢掛勾 是的 但是 一子 剛剛我們說的 一子是想 證明給人看 他不是一個廢物 其實我覺得這種心態 反而 就更加之似 非常之經典的拳擊界 電影 拳擊電影的 叫做 叫做 傳奇 是的 就是這個Rocky Rocky 包括 這個 角色 我覺得是很像的 這兩個人 其實如果你說 背景 他們是相似的 但是鋪肩 我覺得是 鋪肩不像 但是裡面那份精神 是的 他們裡面那份內心世界 其實是 相當之相似 還有有一種孤獨感 兩部電影 對 這件事 所以 也要說一下 這部電影裡面 其實 處理是 有反 勵志片的一貫的套路 我想說 勵志片是會令到 主角在電影的中段開始 是可以 由一隻 生雞 再變成一隻 鳳凰 他最後真的會變成夢王 這部電影裡面的人物角色的情緒 性格 其實一直都是有一種 合理的連貫性在裡面 這個是一個 值得稱讚的地方來 而情節的發展 我是覺得有多少意想不到 但亦都是 情理以內 亦都是講出了 拳擊的另一層意義 當你打贏打輸也好 每次拳擊比賽打贏打輸 也會跟這個對手勇抱 或是擊掌 或是擊拳 多數會 一來是 恭喜對方 又或者是 激勵對方 一個sportsmanship 對 一種體育精神的體現 但其實 這個動作 其實我覺得 亦都可以反映出 其實我們現在面對的人生 亦都是這樣 我覺得 我們不會在生活上遇上各識各樣的人 亦都是各識各樣不如意的事 我覺得不如意的事 好像一個個的重拳 不斷向著你打過來 估無論你最後是贏還是輸 在學習和生活打交道的過程中 你的得著和你的改變 總會有人懂得欣賞 你這樣說我想起第六集的Rocky Rocky 爆波裡面的其中一個對白 Life is not about how hard you hit 你打多大力不是一個重點 It's about how hard you are getting hit and still standing 之後你被人打完 被人重拳打完下來 之後你繼續站起來繼續向前走 這個才是重點 所以其實這部電影 當然是有一種很頹廢 當然頹廢是頹廢的感覺 但其實也是有一種我想說 這個是一個Loser的浪漫 我覺得可以說是 一部相當之浪漫的電影 到底最後一指會不會 可以在這個拳擊界上 打響名堂呢 會不會成為一個真正的女Rocky 對 這個大家要入場看 應該是明天上 沒記錯吧 7號 希望大家都可以支持一下這部電影 因為畢竟真的很少場 我不知為何會這樣 要看電影公司為何會這樣排電 但希望多些人關注一下這部電影 相當值得推介這部電影 今晚講了三部電影 講完廢經的電影之後 其實我們經常被上一代 或者再上一代的人 去標籤不務正業 或者後來說不務正業 你沒有很努力去做事 或者你沒有去做事 那就是 你是一個廢青 但其實我想說的是 其實你的生活 怎樣去過 你是 如果你是想去改變 你自己現在的現狀 其實是應該 鼓起勇氣去踏出你的第一步 還有是 你有自己個人選擇 你自己的生活 你自己決定 你自己的生活 到底怎樣選擇 你自己決定 對 今年2016年的第一集 錄戲迷 講到這裡 我們下個星期 我們繼續去介紹另一個主題的電影 今天各位觀眾晚安 拜拜 拜拜